热情掌声欢迎开幕片《河边的错误》注意了 这部电影入围了本期影展的开幕片以及藏龙单元 《河边的错误》已经讲出一桩吊诡凶案 诱发命运暗流涌动 刑警队长马哲在宿命的不断拨弄下 逐渐陷入荒诞不安和分不清是真是幻的时刻与记忆中 影片改编自渝华同名先锋代表作 先来派张照久等了不好意思来这边请 朱老师因为我们今天有动态摄影师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有点动态挥着手的手势 看上这一台他动作稍微比较慢一点 所以你要配合他一下迁就他一下不好意思来 Shift your hand 挥挥手 欢迎来到平遥国之电影展开幕开幕片 《河边的错误》一起开上右手边挥个手好吗 欢迎欢迎 访一下难得见到你来请地上麦 妹妹不要紧张 先跟现场这么多爱你的影迷打声招呼 非常大家 不是非常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平遥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谢谢 这一次带走的是开幕片《河边的错误》来到了现场的感受如何 我介绍一下这是一部什么的电影 对 因为上一次来到平遥还是方平遥一块开宣传片能够参与 然后这次突然再来到平遥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作品参加开幕式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 然后《河边的错误》我现在也很忐忑 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国内 证实跟所有的全国的观众需要去见面 所以我也在期待大家的反馈吧 听说这一次这个刑警队长很难演 多挑战 而且体重浮动50斤啊 现在最佳状态对吧 是的 应该是看到了看到了对 多难这一次的角色 对 因为这一次的剧本改编自于华老师的小说 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 好消息是活成了那个小说中的人物 但是坏消息是于华老师的小说 对 所以整个拍摄的过程还是挺挺挣扎 就这个人物还是挺挣扎 然后我也期待今天晚上都能看到这部影片 等上一之后我们再多聊关于这部电影 很多跟你合作过的导演都说 哎 老师你可以当导演了 你会想要未来隐而优走的朱老师 要先好好演示 对 还有很多角色想去演 那要不要跟甲板合作一下 那当然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期待了 等一下握个手 不过还是要推荐一下 因为今天是开幕片嘛 但是10月21日全国要公演了 好好推荐一下河边的错误 非看不可的原因好吗 这么多人 听到了 因为我们河边的错误不会像 像大海一样 惊涛海啊 然后我们更像大河一样 然后我们再细细地流淌 然后我们中间有很多纹路 然后当阳光照射在上面的时候 它会反出不同的光线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 感受这部电影写的 所以我也预祝票房不过60亿人民币 够吗 好 尽其期待喔 票房大卖好不好 谢谢 谢谢您 他们想要捕捉朱老师的风采 我们再让他拍一下 不然他们要把我们吃掉了 他们太热情了 现场这么多的影迷媒体 好 看一下右前方 还有哪一台要拍 好 谢谢朱老师 我们先上去再说 热情掌声欢迎朱一龙 荣音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片 河边的错误来势汹汹 今晚开幕 那么10月21日 再看一次 买票进全国戏院支持 票房突破60亿 一起看向中间下方摄影师 朱老师与各位 来这边请 好 谢谢朱老师 单拍一张 不着急喔 我们慢慢让大家都拍到 来朱老师看向这边 他好了我一整个晚上了 这一台啊 麻烦你这台 好 还有哪一台 中间 谢谢朱老师 好 谢谢你 刚刚合影过了吗 我们合影再补一张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欢迎 红岚头 屋顶足球的剧组 欢迎